本節目《屬家獎指引》中 請請留言 今集我的老友明星是李慧曼 她的外表好像很高傲、難相處 但認識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她是一個很業情、很關心朋友的人 她是我人生裡一個 能夠分享心事的知己好友 我們很想說 跟NaoNao認識後 我想…這樣吧 不想說 Amanda跟我來說 可以說是姐妹 對,好像兩姐妹一樣深厚感情 她一直都是笑口常開 微笑,很有禮貌 可以跟她說秘密的朋友 因為我知道她一定會回答給她 有時有點默契 不用說 大家心裡會明白那種 今天很開心 我身邊有其中一位很好的朋友 李慧曼,Amanda 你好 歡迎你 我現在這裡有一個時間的感浪 為何含蓄 一個懷舊的箱 很漂亮 裡面放了一些我和你的回憶 我先把它放出來 對 CD 對 這張CD 就是你唯一送過給我的一張CD 我不是這麼高寒 不,我覺得做好朋友 有這些當然是付錢去買去支持 又不是貪你送 我覺得因為有你簽名 我覺得很有紀念價值 是 另外就是你2014年演唱會 幫你做的東西 對 這個衣架 當時你們是放在頭上 對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對 不過是… 全部我親手自己貼的 我告訴大家 我知道…看得出 對 很漂亮 對,因為當時Amanda 想有些跟時尚有關的東西 做裝飾 我們就想想 放個衣架上頭 對,挺有型 放個衣架上頭 可以嗎 可以 不可以太大 又可能要閃閃一點 還有現在很難固定在頭上 對 又要想想怎樣固定 他插過那兩個頂夾都還在 很值錢 我留到現在,沒有把他拿出來 好笑 對 這就是你穿其中一套衣架 沒有台背後 就要戴了 這些真的是玻璃 所以很容易會打破 有我自己縫上去 一手一腳 你看看他的腰 其實真的很幼 你看看 雖然是橡筋 沒有彈力 他真的剛剛好 你看看照片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其實我也很開心 Amanda找我幫她做衣服 對,你呢 其實我很榮幸 有好朋友 可以給大家合作 別這麼說 你也要相信我 因為你知道 香港出名的設計師 或演唱會會有很多 對 比我更有名氣的人 更有經驗的人 你有你的風格 我覺得朋友對你的信任 給你機會 其實我是開心的 當然也有很多朋友支持你 對,好像有Anthony 對… 對… 我家裡有兩腳 不穿那麼高 其實我已經瘦了很多 我沒辦法 因為要自己漂亮 我又不能遷就這麼多 對… 始終長一點是漂亮的 是 你記得我們怎麼認識嗎 其實… 真的不記得 我印象中 就是我入行不久 有一次是拍照 當時是Echo年代 是 我懶得很懶得 小朋友 直到19年 我們入行30年 已經是很多年前 那時候Echo 很奇怪 一個高頭 帶著一個嬌小靈魂 放在一起 你的高頭 是 為何那時候 會有Echo的組合出現 因為… 其實我自己怎麼出道 就是參加歌唱比賽 是 因為我參加過數個歌唱比賽 從14歲開始 我第一個就是公開報紙的歌唱比賽 然後參加了新秀 最後就是在大台的歌唱比賽 我參加了 那時候也是15歲 比較鬆 那一次沒有贏 那是第二 然後第二天 就有當日節目的監製 找人打給我 就說找我撕音 我還很害怕 是嗎?是真的嗎? 你還知道是小朋友 那時候很流行騙人 做模特兒 我們經常都… 經常都要留神 不如試一試吧 我戰戰兢兢地去到 上去試了音 就看到Radius的黃耀光 我想應該沒錯 應該不是假 我試完後 他們通知我 我們覺得對你有興趣 覺得你不錯,挺好 然後開始聊聊 就說是組合獨舞藝 然後到中間 他們又說 其實現在…因為他們是新公司 唱片… 那時候競爭很大 他們就說 今年很多女新人 不如我們搞組合 我說好 然後繼續試音 試另一些團友 最後是Helen勝出了 是 Helen唱得好 但當時他們覺得… 其實你們都很不同風格 很不同 很不同 對 我們都要放在一起 他們覺得可行 那就可以了 最後就是… 可行 都是緣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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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和杜志祺先生 這兩位 好… 名牌監製 金牌 很幸運 所以為什麼Echo 那時候的歌 一開始也挺有反應 因為歌本身真的做得好 他們這麼有實力 加上這麼有才華 很有才華 令我們幫助了很多 在組合的時期 對,也很大淵源 因為是我開始 在這個音樂路上 起點的很重要人物 對 我第一次認識Anthony 很可笑 其中一個藝人朋友 帶我們去元朗看腰骨 是嗎 一群人去醫生看腰骨 Anthony又有份 我第一次見到 我覺得他很有趣 很搞笑 坐得多 很搞笑 他很有趣 他很有趣 我也猜不到 其實他是一個很隼盡的人 猜不到他是這麼可愛 對 除了Echo年代 我和你拍過一次照片 其實中間沒什麼聯絡 但是我再重新認識你 你知道我最喜歡你第一首歌 是什麼歌嗎 會不會是… 我會繼續想你呢 不是,我最喜歡你第一首歌 是《橫斌別戀》 好… 我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很有品味 其實你很多歌都很好聽 謝謝你 《橫斌別戀》 是第一首歌 我很喜歡你的歌 之後那些… 你有沒有有好結果 那些更加不用說 那些我覺得… 我曾經聽過 他曾經說過 沒有你便沒有他 那你會不會覺得 好像你們兩個 是大家互相幫了大家 一個很大的忙 大家互相捧紅了大家 因為他寫的那兩首歌 令你真的很受歡迎 為何我和Wyman的緣分 那麼特別呢 因為當時大家都是新人 那也是他做DJ 他是DJ開始 我就因為這樣做一個電台 就是那個電台的廣播劇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 是 有些偶像歌手 很多歌手會做廣播 很多歌手會做廣播 DJ 有人把自己的歌曲 播出你的歌曲 令故事很豐富 我就是這樣認識他 然後覺得大家挺適合 而且大家對時裝 有時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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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看法 可能家庭的關係 也有一點共鳴 在聊天的時候 那時候就變成朋友 然後有新歌 不如… 即是忽發其上 不如你又試試填吧 那就好 那就試試填 當然他填得很好 而當時他亦有一些經歷 令到他思潮起伏 寫得很好 然後就是這樣 事情很自然 但是你沒有感覺 覺得不得比你好 其實《橫斌別戀》開始 其實也有關係宣傳的 因為其實我們… 大家和唱片公司都覺得 很用心做好這碟 但這碟其實不是很多人知道 因為由於宣傳比較弱 又不認識 而且又沒有有關聰明 這方面的人幫 那就變成… 也有點灰心 第一隻個人唱片 但是很幸運 唱片公司又很支持 覺得其實也應該再試 那就再找了 真是一個宣傳單位公司去幫 電台也很喜歡我這首… 雖然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唱片公司的歌 所以一出再出 他們就很支持 播放很多 然後加上宣傳也好 加上歌詞也好 那些歌曲也好 那些東西就一起來 你去哪間唱片公司也有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永遠都是… 傳去有幾百萬買衣服 是真的還是假的? 百萬一定有